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我们获得了几个横斑锦蛇的活体以后 我们就开始了人工繁育这方面的工作 在今年我们第一次观察到横斑锦蛇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的一个交配 还有产卵 然后经历了大概60天的时间 我们成功的就是把这个小的横斑锦蛇孵化出来 它的分布区域和野生大熊猫的分布区域基本上是重叠的 我们的区域改变了 我第一次行为了 是什么